说这些之前呢 咱们先聊一些啊 这个这个闲碎的话题 那么最近呢 一直为大家介绍一些小读本这样的书 今天呢 再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呢 跟我们平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惑 有关系就是亲密关系 说到亲密关系 有可能是你和你的伴侣之间的 有可能是你和你的家人之间的 也有可能是同事之间 同事之间叫亲密关系不太合适 对 同事避免亲密关系 大家在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呢 往往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就是吧 哎有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我们叫做两情相悦啊 相见时的那这个什么好的时候什么都好 但是呢 叫激情退却之后 到底应该怎样健康的相处 那这个话题呢 其实呢 现在呢 在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美国的心理学界 有很多的讨论 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呀 如果你去了解一些身边的啊 这个这个夫妇啊也好啊 或者是在亲密关系中的同性的恋人 或者是家人也好 他们呢 经常就会谈专业的心理医师 因为呢 最难处理的 往往是最亲密的关系 每天两个人啊 永远是混在一起 那么时日而多啊 那么更多的麻烦啊 更多的不愉快 更多的不和 就会呢 渐渐的凸显回来 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心理学家做的一个测试啊 每一个人心中想到恨的时候最先出现的名字 往往不是啊 这个这个远在天边的独裁者 而是自己身边的共诊之人 没错 这呢 一方面让人觉得很可悲 但同时呢 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应该怎样让亲密关系 长期并且健康的存在 那么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呢 实际是一本很简单的小册子 其中呢 没有什么很深奥的理论 但是呢 把亲密关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 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以说讲得很清楚 那么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哎 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啊 不是禁止的 两个人在这个关系中呢 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因此最重要的 实际上是应该两个人共同成长啊 怎样在遇到彼此的变化的时候呢 能够相互的支持 相互的适应 并且呢 为对方的改变而喝彩 这呢 是处理亲密关系的关键的一点 当然我们说共同成长 说的简单 什么叫做共同成长 两个人怎样才能够共同成长 如果在一段亲密关系中 大家发现 哎 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出现了不同 到底是应该离开 还是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呢 怎样培养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 是这本书的主题 那如果您对这一方面也有兴趣 也有好奇 也想知道现代心理学 是如何看待关系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本书中 找到相应的答案 好了 今天呢 有关于这本书的内容 我还是要讲几句话 就是说 你两家看过了 我看过了一部分 就是说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其实所谓的这个共同成长 就是最亲密的关系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朋友 或者是自己 何多何少都经过了 某一些心理的这个历程 这个心理历程也好 朋友的故事中间也好 你刚才有一句话讲的很对 就有时候一种亲密关系 变成一种仇恨的关系以后 那种恐惧是非常可怕的 对 反目成仇啊 对 反目成仇 那种仇恨之深啊 就是说 不可理解 其实你真正站在第三者的历程一看 情况根本就是小事 就是非常的所在小事 但是非常的所在小事 跟很多因素在一起 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仇恨 我觉得人很难说是一定要共同成长 有时候你没办法共同成长的时候 你硬要去成长 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场灾难 因为人与人质的关系它不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 它也不是个简单的一个家庭的问题 它可能就是有很多复杂的这个因素 但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或者是我偶尔看的一些文章里面 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讲是影响比较大的 在有时候你产生争吵的时候啊 你真的是为了争吵 你就继续争吵下去 你争吵下去真的就变成一个仇恨 因为所有的这个内心世界的恶毒啊 在亲密关系里面是最已经爆发出来的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起码的一个真效不 所以亲密关系最已经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仇恨的技术进行是不能深入讨论下去 一旦深入讨论下去 它就变成一个无止境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冷静一下 去做一做其他的事情 看一个电影啊 或者开一本书啊 甚至上网逛一逛 不需要继续争吵下去 如果你真的是有结果性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种事情 多数的情况之下 是一种情绪造成的一个非理智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更同成不成长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这个心态 对方的心态 或者是家庭子女啊 爱人啊 或者是其他的父母啊 都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争吵的时候 能不能进一进 违避这个深刻的争吵 好 谢谢何明先生 ж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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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